凌晨4點多 紅色進口機車 越騎越偏 騎到逆向車道 一頭撞進路邊騎樓 當場塵土飛揚 盆栽 店家招牌 被撞到東倒西歪 機車車殼只有輕微擦傷 但歧視 倒在地上 精神恍惚 說話如輪刺彈酒側職 卻是零 這桩車禍發生在高雄三明區 其實不明原因撞進騎樓 手腳擦錯傷 沒有酒駕 但精神很煌 不是很撞進路邊的騎樓 造成頂三街的騎樓盆栽 以及店面的招牌毀損 同樣是機車車禍 阿聯區這處十字路口 女騎士表情痛苦 手骨折 腦震盪 坐在地上 原來當時 女騎士停了紅燈 綠燈起步時 頭頂上的電纜先脫落 在地上甩啊甩 正好勾到她的電動機車 造成女騎士當場噴飛慘衰 住院治療 這點好啊 還是等下來還是在地上 好 給我看一看 疑似被長期 護路在外而脫落之電纜線半導 老舊電纜通通造成女騎士衰傷住院 台電表示不是他們所有 警方還在調查電纜線到底是誰的 將依法偵辦追究責任 記得參加王書宏 高雄報導